在臺中南屯高支段的十筆土地 自辦市地重劃成工業區 博有陳情人跟立委 還有市議員檢舉 部分土地遭到填埋廢棄物 更找專業團隊實地檢測 發現這個重金屬超標 其中深的濃度 更是超標了一百零一倍 空拍開發中的土地 可以看到其中一處沒有長草 顏色也與旁邊土壤不同 時代力讓立委陳嘉華 與臺中市議員吳佩雲 接獲陳情 這裡的土地遭到氣質廢棄物 有重金屬污染 深濃度高達每公斤 六千零八十七毫克 是土壤管制標準的一百零一倍 新跟涅也都超標 而陳情人也委託專業團隊 檢測過去微砂石場的地點 也呈現重金屬新跟各超標 環團指出各種重金屬混雜不止一種 推測有可能是極毒的基層灰 對此台中市環保局說 目前尚未接貨重劃會通報遭掩埋廢棄物 會針對檢舉陳情的地點做進一步檢測 初步掌握污染範圍約一公頃 到底是重劃之前被偷埋 還是重劃過程中掩埋 需要進一步釐清 但市議員吳佩雲強調 若真有污染就應該照相關規定移除整治 現在應暫停重劃程序 直到土地恢復原狀責任厘清 記者林靜美王新中台北報導 記者林靜美王新中台北報導